大家好,我是東小的包伯 我們今天要快速的介紹三家位於東京的平價米其林一星餐廳 那當然平價的定義比較主觀,所以有些人可能吃不起這個價錢 而有些人覺得這個價位很合理,那就見仁見智囉 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同時在塔北勒克里斯蕎麥百名店,有4.19的超高分數 中午的價位大概是1500-3000日幣左右 地點是隱藏在表餐道的小巷子裡面 這家店等候區直接給你個小房間,還蠻酷的 包伯點了白蘿蔔蕎麥麵,1300日幣 最重要的蕎麥是用石舊所研磨出來的,吃起來非常的有嚼勁 然後蕎麥的味道在口中散發,直接通到鼻腔,真的不誇張 加了白蘿蔔的沾醬,帶有一點點辣味,非常刺激味蕎麥 吃完麵之後把蕎麥湯加在沾醬裡面 當湯喝,不浪費任何一點日月精華 但可惜的是這家店所給的蕎麥麵的份量真的很小 吃不飽的話可以花個864日幣,再點一份蕎麥麵 白蘿蕎麥麥麥麥 這家法式餐廳,等等 我用廣播的聲音講起來比較浪漫 咳咳 這家法式餐廳,連續六年贏得米其林一星的殊榮 中午的價位在4000日幣,到7000日幣左右 包伯點的中餐Course,大概4000日幣 加一杯飲料大概5000多 有時候貴的法國料理店的商業午餐會比較簡單一點 但這家店中午即便最便宜的Course,也完完全全不馬虎 大家請看這個前菜,隱藏在樹葉跟石頭當中 居然是一個小小的鮪魚包子 樹葉是像鮮貝一樣的餅乾 這道料理雖然長得像萌布朗 但其實是一道賢品 每一道菜的擺盤,以及餐具也都非常的用心 煮菜的烤雞肉外皮酥脆,而且雞肉多汁 這樣煮得剛剛好的蔬菜,吃起來也營養均衡 在餐後甜點的部分,是一道非常適合拍照的玫瑰聖代 在Course的最後,有附飲料跟Mignardies 就是飯後的甜食,當作完美的句點 甜食也是十分有創意 直接從樹幹裡拿出一顆蘑菇 而蘑菇就是一個小蛋糕 總結來說,這家店的氣氛 美味程度 餐點創意程度 價位讓鮑寶給滿分的評價 拉麵 咳咳 拉麵 明龍 這家拉麵店除了得了米其林的一心 也是超高分的拉麵百名店 想吃的話要有排隊的覺悟 整家店的座位算大,而且十分的乾淨 讓你有一種舒服的感覺 包伯點人氣丹丹麵的湯底 是用雞肉、牛骨、牡蠣、野菜等等 13種食材熬出來的 再加上特製的芝麻醬 雖然湯看起來紅紅的 實際上完全不會辣 除了芝麻味以外 還吃得出來一點肉味噌的甜味 另外自家製的細麵 是用三種小麥所製成的 好入口,而且有嚼勁 另外包伯加點炙燒叉燒也十分的好吃 推薦大家加點 以上就是東京三家 平價米其林一星餐廳的介紹 也請大家注意一下 現在是米其林一星 但也有可能往上爬 或不信掉出名單之中 但不知道有沒有心心 這家店都很好吃 那有機會的話 我想多拍一些店 所以我就在不要臉 請大家加入我們的YouTube會員 讓我們有更多的經費 可以拍攝更多的餐廳給大家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 我是包伯 下次見 拜拜